大家好,希望你们喜欢崔老师带来的七到九集的词汇短视频 今天我们要来了解的词汇是猖狂 猖狂,它是一个形容词 猖狂这个词的意思有很多的小层次 我们就来一一说明一下 第一个意思,它可以表示随心所欲,无所束缚 就是自己想怎么样做,就怎么样做的一种态度 不被什么其他的事情所拘束 猖狂的事情,阅历一次就好 比如翻越千山万水的去看一个人 那么我们现在网络非常发达 如果我们在网络上认识了素未谋面的朋友 我们觉得非常的流得来 很想去看他,真正的认识他 那如果我这时候抛开了其他一切的困扰 就是为了见到我在网上认识的这个人 那这种事情我们也可以说是猖狂的事情 没有被其他的事情所束缚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,往往形容气势很猛烈 让风沙不再猖狂,还地球一片绿色 我们可以形容风沙非常猖狂,他的气势来势很凶猛 第三个意思是狂妄而放肆 表示狂妄而放肆的时候,猖狂通常它是一个贬义词 近期诈骗分子非常猖狂,大家一定要小心防范 我们以前有一个词层出不穷 跟猖狂也可以连接起来用,他们非常的狂妄 通过这个例句我们也可以看到表示狂妄 猖狂这样的意思的时候,它一般是贬义词 今天的分享就暂时到这里,拜拜